炖猪蹄切记不要直接下锅炖 今天教你一招 炖出来的猪蹄软烂入味 不轻也不柴 像豆腐一样嫩 而且非常的好吃下饭 首先准没喷清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白醋 再加入半勺食盐搅匀化开 然后把猪蹄放进去浸泡10分钟 白醋可以软化肉质 同时还能去除一部分腥味 这样猪蹄就更容易炖得软烂 每天都在废禽旺时 呕心力学的浇作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 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已经泡好了 我们看一下泡出了很多的脏东西 然后再清洗干净 接着再把猪蹄冷水下锅焯水 加入葱姜再加一点料酒 我们很多人在焯水的时候 都是水开了再下锅 如果水开下锅的话 血水碰到热水就会凝固 里面的血沫就煮不出来了 这样炖出来的猪蹄就会非常的腥 我们看一下煮出了很多的血沫 然后用勺子撇出去 焯水之后捞出冲洗干净 起锅烧油 放葱姜和干辣椒炒香 然后放入猪蹄 翻炒均匀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做黄焖鸡 黄焖排骨 黄焖牛肉 黄焖猪蹄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 然后翻炒均匀 让猪蹄都裹上黄焖酱汁 然后倒入到砂锅里 再放入泡好的黄豆 要想炖出来的猪蹄更香 一定要加入开水 加入适量的开水 冒过食材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慢炖90分钟 时间到了 我们打开看一下 哇 真的太香了 香喷喷的黄焖猪蹄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软树味 像豆腐一样嫩 非常的好吃下饭 真的太美味了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感谢观看